龙竹超,被吉塔碰击悟空,巴达克救过格兰诺拉 龙竹超76话内容终于更新,本话依然围绕悟空,被吉塔和格兰诺拉的战斗展开,情节总体来说还算精彩,也出现了让人意想不到的发展,下面小蛮就来和大家聊聊龙竹超76话的内容 被吉塔的坚持 西里尔星的殊死搏斗还在继续,破坏神魔势下的被吉塔已经完全沦为被狩猎者,勉强躲避着格兰诺拉枪弹般的攻击,但最终还是被其密集的气弹击中 而作为狩猎者的格兰诺拉则一边嘲讽被吉塔一边持续对其展开攻击,直到被吉塔被打回常态才一边说这塞亚人应该被判定灭亡一边准备杀死被吉塔 但他还是低估了被吉塔的顽强个性,即使被打得毫无还手之力,被吉塔依然没有认输,他坚信自己能够决定命运 而这种顽强所换来的则是格兰诺拉新一轮气急败坏的毒打 在格兰诺拉爆打被吉塔的时候,稍微恢复了了悟空以超篮变身参战救下了被吉塔,并提出要与他并肩作战对付敌人 却没想到被吉塔的决定是痛击队友 他反复强调自己最想击败的人就是悟空 迄今为止一直和他一起作战是因为有想要保护的东西 比起和悟空并肩作战,还是死比较好一点 而拒绝了悟空并肩作战邀请后,被吉塔立刻就被格兰诺拉重击婚决 靠悟空帮助才避开致命点,这就颇为讽刺了 事实上,被吉塔不想和悟空合作的设定从龙珠正传的时候就有 但问题是包括合体和融合在内,龙珠超时间线的被吉塔已经和悟空并肩作战很多次了 现在在矫情这件事实在有些不合时宜 并不能凸显其高傲的性格 反倒是让人感觉异常傲娇,并且非常的不懂事 很难让人产生好感 悟空的反击 在被吉塔已经昏厥的情况下,悟空与格兰诺拉再次展开了一对一战斗 虽然这次悟空没有开启自在极异,但战斗表现却并不差 因为他已经看穿了格兰诺拉的攻击致命点的方式 在接下来被格兰诺拉攻击的时候,悟空趁格兰诺拉攻击的准备瞬间挪开了致命点 从而降低了对自己的伤害,并成功对格兰诺拉进行反击 显然 就在此时,昏厚厥的被吉塔终于醒了,他提出了换班,仍然坚持自己一个人战斗,因为这是赛亚人的本性 被吉塔慷慨赴死 事实上,现在的格兰诺拉也因为被吉塔和悟空的车轮战而逼近极限 在与他交手之前,被吉塔先进行了一轮嘴炮 称格兰诺拉的心被复仇所腐蚀 并表示如果复仇是格兰诺拉活着的意义和使命 那就由自己来承担赛亚人的仇恨 随即再次变身破坏神模式对格兰诺拉发动猛攻 需要注意的是,被吉塔故意将二人的战场逼近了城镇 因为他知道格兰诺拉并不是什么都不在乎了 他不想破坏城镇,因此无法使用其所擅长的气弹连射 为战胜格兰诺拉,被吉塔可谓无所不用其极 甚至直接张嘴咬人 但即使如此,格兰诺拉还是继胜一筹 直接把攻击队在被吉塔眼前以最大程度的减少对城市的破坏 将威力都集中在被吉塔身上 最终,格兰诺拉决定用尽力量打算和被吉塔玉石俱焚 而被吉塔也同样慷慨赴死 坦然迎接赛亚人的宿命 事实上,比鲁斯教给他的破坏神之力其实可以更强 只要被吉塔变回冷酷无情的自己便能更好的驾驭这股力量 但显然现在的他根本回不去了 巴达克的秘密 就在格兰诺拉和北吉塔即将同归于尽的时候 西里尔星的纳美克星人穆奈特乘飞船赶到劝其助手 悟空则称此空当阻止了格兰诺拉的最后一击 阻止格兰诺拉复仇的穆奈特带来了一个让所有人震惊的消息 那就是40年前救了格兰诺拉和他的赛亚人 这个赛亚人正是悟空的父亲巴达克 你喜欢这个视频吗? 谢谢您一直关注并支持咕咕动漫频道 希望您能有一些放松和娱乐的时刻 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吧 并且不要忘了留下一个喜欢 订阅我 再见